NBA皮湖队球星阿东尼、大德西,虽说他没有在常攻赛期间被交易,但是在今年夏天,再可以进行交易的时间段里,他必然或是多知球队追逐的目光,比如乐生机湖人队,比如门征能没跟很久的凯尔特人队,凯尔特人队拥有大量的年轻球员,大量的选秀权以及不错的战队力,这再加上他们身处跟队联盟的优势。 这让他们今下夺取门律歌,就有着最大的可能性。只不过,门律歌运不愿意去约台尔特人队,这是此前一直困瓦着球迷的问题,这也是厉害会不会不进一切去进行交易的关键点。 而在每知名记者爆出门律歌的心词之后,门律歌是否愿意去约厉害的问题,那或许就已经浮现在了你的眼前。 本周时间2月20日,去NBA记者Shan Sheldon了大量,他昨知的消息是,现在凯尔特人队,依旧不是门律歌心中的长期目的地。 门律歌的合同中,拥有球员选项,在下赛季结束后,他就可以跳出合同,成为自由球员。 如果不准备长期留在波士顿的话,那么门律歌大贵律,也就不会选择与绿军达成续约。 成然,此前门律歌招生表示,自己从来没有把绿军排除到下赵的名单之外。 可是这前在下赵球队是一回事,他愿不用意找没有认识又一回事。 从每季报道立凯,并分门律歌心中的长期落脚点来看,现在的立军并不是门律歌愿意出训约的球队。 而这样的消息,那看起来就立好了胡人队,胡人队愿意从疲狐队博取门律歌,这真的不是秘密。 他们甚至愿意拿出除了乐布朗,张宁斯的任何球员去进行交易,可是由于此前疲狐队所让了太多守龙选笑权, 就让交易萌萌达成,台尔特人队拥有一大把的选笑权,他们可以拿出许许多多的手龙去进行交易,这是他们在争夺门律歌上的优势点,这也是他们能拿过净毁所有球队的优势。 可是在说是奥连达出门律歌的新写之后,门律歌并以凯尔特人队的价值,那当然会出现降低。 如果只是门律歌一个费技使用权的话,但你,当局大队律师不会侵袭所有的去进行交易。 到了那时,门律被刺人就有机会了,当然,除了门律拜出的这份证为针对立军的消息之外,立军军下本身还是面临序列坎里。 欧阳的问题,一人日前安吉所言,欧阳和立军现在是处于订婚的状态,会不会毁婚还真的说不准? 假论也不像欧阳军离法在那时获得门律歌的青睐,那么一连立军是否通过交易得到了门律歌,他们的处境都会比较危险。 立军折服多年同积了大量筹码、权力鼓,他们通过运作打造出一线接近总冠军的阵容,可是在这些的背后,他们交易来好夺得断商务、获福得,交配为权力求人,加选受全价值的下滑。 今年下天是立军非常干净的一个下天,一旦他做失误,他们今下或许就会遭到非常致命的打击,突破困境好走阵容立飞冲天。 还是让过去的努力复之登陵,期待今下他们给出的答案。